可以看到啊 这个极限处呢 插线不是一个大坑 然后主要啊 是这个边缘这个位置 比较不太好修 然后呢 是这个叶子板的支架 已经变形了 所以啊 咱们第一步呢 先把这个叶子板的支架 先销正过来 首先啊 咱们第一步呢 是用这个拉牌 粘在了这坑的中心处 最深处啊 立着粘的 有些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直接粘在筋线上 因为第一步啊 咱们首先呢 不是说为了这个 让这个整体的坑出来 拽这个筋线 是为了拉住这个最深点 咱们去效应这个叶子板支架 因为它这个创之后呢 左边和右边 尤其这个叶子板边 这个位置 它往这个中间聚劲了 往这边走了一点 如果这个叶子板 直接往出来的话 有可能让这个坑 觉得更死 到时候咱们 做坑的时候更费劲 所以呢 稍后呢 咱们拽住这个 拉牌的位置 然后呢 再去验这个叶子板支架 让它整体往外走 如果单独只拉这个筋线的话 这个筋线 这个位置会出来 这个位置呢 它不会动 到时候呢 可能把这个位置挤出死者来 走 大叔走 走 再来 再来 好 通过第一次拉拔之后啊 这个叶子板支架 和这个边缘的位置呢 都已经拉出 效果呢 非常好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啊 上面有个坑 这个筋上还有个坑 这个时候啊 咱们不选择拉拔了 因为拉拔呢 有可能把这个坑挤死 有的时候呢 可以从下面去做 也可以 先把下面用拉拔做出 这样的慢慢放进去也可以 但咱们不选择了 直接选择用工具头 然后工具头上呢 垫一个麻布 首先啊 咱们先把这个漆面 进行加热啊 刚才呢 已经加热完了 先从筋上开始 一点点 先把这个坑 先做浅 好 然后再做这个筋的位置 这个底下啊 不要说点太密 局部的大面积走一走 就可以 先定一定大型 现在啊 大家可以看到 凹上面呢 下面就塌安全 凹下面呢 上面就塌安全 这个时候啊 就说明这个板筋啊 往处处的这个硬粒呢 已经到位了 所以这时候啊 咱们选择 顶住这个坑 敲击这个坑的一圈 这个高点 让它往下卸一些力 这一个坑啊 它这一圈 它都是高点 所以呢 不能依你眼睛看的位置 比如说你看到这 和这 只看上这两个位置 你去敲这两个 一圈都有 如果敲完这两个 别的你看不到的情况下 把灯光再掉一个角度 把这一圈都敲一敲 然后敲一遍之后啊 这个工具呢 挪动挪动位置 不要始终隔一个位置 哪个位置有坑 哪个位置深 就顶哪个位置 然后再敲一遍 现在咱们顶住这个位置 敲击这个高点 然后顶住这个金的位置 再敲这个高点 它是顶住敲的前提啊 你的工具这个点位 必须要缠上毛巾 或者胶纸袋之类的东西 不允许出高点 就是不能出小尖 防止这个漆面呢 这个反向硬立 把这个漆面割出高点 或者直接就把漆面割裂了 可以看到啊 现在这个上下的坑都已经定不行了 然后呢 咱们把灯调过来 在这一侧再进行一次敲击 分两个面 这是一个面 然后底下是一个面 先把上面呢 先敲击一遍 敲击的时候呢 正着敲完一面之后 把灯立过来横着啊 再从下再敲击一遍 敲击完之后呢 把这些坑坑再往处凹腰 然后灯光再吊过来 再上那边去坐 像这个位置呢 一敲呢 感觉这个位置 都听不出了吧 不吃劲 所以这个高点呢 就不要敲了 到时候把这个坑的位置 都转圈 都在凹腰 然后再敲这个位置 然后横着敲的时候呢 这个灯光啊 需要的时候 可以贴在里面的 这个板金上 但是有的时候 它看不着 所以呢 咱们按照这个弧度 这个弧形啊 把这个灯光稍微抬起来一些 按这个弧形来找这个高低 一点点的变化 这个高低的角度 好 然后依照锤子的顺序 咱们再用工具头 把这做的坑 也依照这个顺序再找一点 整体的大型修完之后啊 咱们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呢 有个横钩 现在呢 咱们要把这个横钩 先做一下处理 把这个横钩修完之后 然后再去找鸡 因为刚开始啊 咱们以鸡为主 先把筋做出 所以不能做钩 因为你后期 如果你把它这个钩呢 放到后期做呢 点数太多 因为这个钩的要求 这个精准度啊 比较高 如果你后期做的话 都做完了之后 你再去做这个钩 可能这个 刚开始点这个点 做筋这个点 比较多的时候 把这个钩已经挤死了 再做你就不好做 所以当今做完之后 大型过来 你就马上把这个钩做出来 做完之后 再做整体这个找细 现在啊 是整体找一遍细过后的效果 细微的啊 还是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些纹路 还是不对 有一些小坑 然后呢 咱们用这个工具啊 不需要再垫麻布 直接用工具头 再顶一顶一遍 这个小坑就行 顶的时候呢 这个工 用这把工具就可以 然后用这个工具头呢 从上到下来回走就可以 尽量呢 都顶在这个坑底的位置 如果说 要求速度的话 想快一些 那么就大体 让这个整体 高于这个整体 这个板筋平面 然后最后呢 通过锤子进行找细 敲击每个坑的周围 往下震一震 整体的细节呢 就过来了 这个叶子板啊 目前就已经修完整了